男人将发光小球拧开 不动声色地扔到门口 两名时空士兵被当场炸成番茄酱 小剑剑反应迅速 一个熊豹就把险型的士兵给摔到窗外 随着解决掉眼前这个 更多的杂兵凭空出现 即使小剑剑伸手了得 也双拳难敌四手 这下得动真格的了 只见他用力一挥 一根单身多年的老光棍赫然出现 仅仅是往地上溢处 那么单身多年的怨气 就将敌人震出800米开外 小剑剑本以为就这样可以带着男孩离开 没想到身后逐渐显现一架时空战机 上面站着的女人正是小剑剑的老板 他劝小剑剑要么立马跟他回到未来 要么就让他永远没未来 本以为小剑剑再也无计可施 准备束手救勤时 不远处一发迫击炮 正好击中战机的装备系统 等小剑剑回过神看过去 那来人竟是消失四年已久的妻子 没变绿的卡摩拉 他趁机抄起地上的光棍 一把棍器便击飞了士兵头头 可容不得俩人及时酗酒 当务之急是赶紧处理掉这些杂兵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夫妻同心齐力断金 不出三俩下就解决掉所有的小兵 他们带上小男孩 赶紧驱车逃离现场 但是现在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那架隐形战机正一刻不屑地尾随在他们身后 一发导弹就让前排货车糟了殃 女人见开在大陆太显眼 就掉头冲进了一旁的无边森林之中 女司机的车技可真是不赖 开得这么快愣是一棵树都没撞上 但后面飞过来的两个杂兵 正向他们不停射击 女人突然一发刹车 其中一个重重地撞在了车门上 另一个也在小健健的助力下 送她提前去退休 老板也是资源耗尽 回去整顿装备再来追拿他们 这也让他们能够开到女人的住所 稍微休养生息 这个女人名叫劳拉 正是小健健亚当此次穿越回来的主要原因 而身边的这个小男孩他不是别人 正是年仅12岁的小亚当 原本亚当在2050年正驾驶着战机躲避追捕 当他启动按钮穿越重动时 正好来到了小亚当所在的2022年 他被母亲独自拉大 因为父亲几年前就意外死于车祸 那天晚上小亚当正在玩游戏 听到屋外剧烈的响动 他就冲过去查看 没想到头顶的树木被不明物体给剃了个光头 直到他看见了车库里虚弱的人 那就是2050年穿越来的大亚当 小亚当最初把大亚当做坏人 但在随后的相处过程中 两人逐渐表现出了更多的相似之处 直到得知这个男人正是长大的自己 小亚当很快就接受了事实 晚上两个人谈心时 大亚当承认他有一个妻子 也是一名飞行员 但在2050年的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战斗机突然就穿越到了2018年 从此下落下落不明 大亚当本来想开战机回到2018年找他 但途中被敌人追赶 匆匆忙忙 没有调整参数 所以才错传到现在的时空 现在2022年只能按兵不动 等战机休好再说 只是没想到能够在这个时空 遇上他的妻子 原来妻子在2018年孤独度过了四年 这才正续时空过来解救丈夫 而他回到过去的目的 是为了调查那年发生的大事 这事还与亚当的父亲密不可分 他之前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研究了一个跨时代级别的磁粒子加速器 由他的后代研究出了穿越技术 而一直追捕他们的老板玛雅 正是2018年父亲的投资人 他渴望将穿越技术占为己有 直到亚当的父亲死于车祸 玛雅直接进入了放飞模式 他不仅继承了所有的科研成果 而且还告诉年轻的自己 不要去买恒大的股票 并提前铲除异己 为将来铺路 到了2050年 他已全是滔天 并将世界改造成他所喜欢的样子 直到妻子敏绝调查发现这一切 所以妻子驾驶自己的飞机 也跟随玛雅回到2018年 但还是被玛雅发现其行踪 打算炸毁他的战斗机 索性现妻子提前穿越到2018年 但他也独自在这生活了四年 亚当为妻子的独自付出感到十分心痛 现在他们唯一的任务就继续阻止玛雅 既然他如此滥用穿越技术 那只能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 就是让这个穿越技术从来没诞生过 为此他们不得不回到2018年 阻止亚当爸爸开发技术 摧毁那个磁离子加速器 大亚当和妻子刚下定决心 玛雅就又带人去追他 这时大亚当的战机已经修复 可以准备起飞 但还需要掩护才能启动 妻子不得不待在原地牵制住玛雅 虽然俩人刚相遇却又要分离 但也不得不这样做 经过激烈的交捕 妻子有效地阻止砸兵过来 但很快还是被玛雅驾驶的战斗机给威胁住 看着远处的亚当驾驶战机飞向空中 妻子这才放下心 毕无反顾地死在了炮火之下 而大亚当则带着小亚当 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之中 打开了虫洞 顺利穿越到了2018年 此刻父亲正在大学里讲课 大亚当随堂的一句话 就让父亲敏感地察觉到此人不寻常 一眼猜出他是来自未来的儿子 小亚当也许久未见去世的父亲 一把就扑到他的怀里 父亲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两个未来的儿子 但让他大为光火的是 他们这样肆意妄为地穿梭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这会不仅会扰乱各自的时间线 甚至会破坏世界原本的秩序 整个过程父亲都异常兴奋 大亚当试图解释 但总是被打断 正好从物理层面让父亲闭嘴 没想到父子俩切换到结霸模式 但在听到大亚当说到 玛雅已经混淆了时间线后 父亲才真正冷静下来 他只是想阻止他 所以他必须扼杀掉穿越技术 但父亲认为这没有意义 因为大亚当来到这里 扼杀穿越技术本身也扰乱了时间线 所以他从不同意这种方法 大亚当不得不自己想办法 他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他认为炸毁父亲开发的磁离子加速器就完美结束了 而小亚当也过来协助作战 由大亚当充当先锋 把敌人先全部吸引出来 然后小亚当这个后援部队 远程操纵无人战斗机 一发导弹震散包围的敌人 大亚当趁机掏出祖传的光棍 干掉一个又一个杂兵 但此时敌军也驾车过来支援 可小亚当来不及击落车辆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旁突然开来一辆车才救下了亚当 打开车门 下来的人果不其然正是亚当父亲 他不再纠结那些时空悖论 决心帮助亚当 即使目标是毁掉他一生的努力 最初的计划是炸掉磁离子加速器 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 因为玛雅可以随时创造一个新的 时间穿越的关键实际上是一个 无限移动等离子体一直算法 它可以帮助稳定时空重动 没有它就没有时空穿越 这个公式只存在于两个地方 一个是父亲的大脑 另一个是在加速器内部的硬盘上 炸掉它就没有时间穿越了 大亚当和父亲走进磁离子加速器 毫不犹豫就拿出了其中的硬盘 俩人正高兴呢 两个女人就带兵闯进来了 不出意料正是2050年的老板玛雅 和2018年的年轻玛雅 刚在门口活捉了小亚当 他们命令大亚当交出硬盘 否则就会撕票 而你也得魂飞烟灭 大亚当这边还不着急多沉思一会儿 所有人都在嚷嚷着把硬盘交出去 几人越吵越兴奋 但小亚当故意拨开玛雅的枪 刚好子弹打破了电磁密封罩 加速器的电磁力异常强烈 吸走了附近所有的金属物体 玛雅的杂兵集体被吸入加速器 顺道还拉上了小亚当 只有他们的头头还可以战斗 大亚当和他单挑独斗 父亲去操作台 想办法去阻止加速器进一步崩坏 俩人各自掏出了看家本领来决意死战 打斗过程中 俩人的武器双双被吸附飞走了 蟹豆便近身肉搏 一时间亚当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索性小亚当捡起地上的光棍 以经典姿势杀了过来 可惜帅不过三秒 就被一拳摆平 这恰好激发了亚当的战役 几下差点打倒这个光头 可是最终还是被他给压在身子底下 眼看就要被他掐死 大门承受不住此力 刚好被拉过来把光头给砸进加速器中 但他也砸碎了加速器的反应器 使他进一步失控 父子三人急于逃跑 可两个玛雅还是用枪拦住了他们 不得不拿回硬盘 父亲本想劝年轻的玛雅 不要成为一个卑鄙的杀手 虽然他有些动摇 但老玛雅还是不屑地把他给推开 要亲自杀死亚当父亲 然后果断扣下扳机 然而当子弹飞到一半时 他突然转向90度 直接飞向加速器 而年轻的玛雅在子弹的唯一道路上被击中 老玛雅因为他的死而不复存在 这一切都在科学家父亲的计划之中 几人也在实验室完全摧毁之际 幸运逃离出去 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 两个亚当也随时可能回到各自的时间线了 在一一真情道别之后 三人还重温了小时候常玩的街球游戏 也算完成了父子们之间最后的和解 而亚当也随即回到了亲人身边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而多年之后 小亚当长成大人模样 在上课中意外遇到了走错教室的劳拉 也许在这条时间线上 他们俩的故事才刚刚开启 这条时间线上的故事才能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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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